小學員左右來回跑動 在底線練習正反拍擊球 雖然有時候因為擊球點 掌握不好而揮空 但仍是賣力練習 希望能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 讓自己學習到 扎實標準的網球動作 有打過嗎 沒有 那這幾天接觸下來 感覺怎麼樣 網球很難打 球會亂飛 隊友就教練不誤 我們都是體育大學的 對網球比較專科的教練來教 絕對不是我們像 我們土耳練剛才一般來教的 每個人他都很專業 大理區體育會表示 規劃這樣的網球下令營 已經有好多年 卻要讓青少年朋友 在假期當中 從事正當的休閒活動 透過密集有趣的課程安排 也希望藉此培育潛力選手 但這幾年碰到景氣不佳 報名人數不如以往 從原本一梯次最少有40位報名 變成現在兩梯次才40人參加 都很有趣 自己在揮動作 揮動作 有時候沒有揮好就打不好 所以要揮好 一開始因為他沒有接觸過 所以我們會先從一些比較基礎的 譬如說手感練習 拍球 上拍 正反拍之類的 來去提升學生的手感 這場地是紅土 所以球落地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一些亂跳 不規則的現象 所以透過這樣的場地的訓練 可以提升他們在擊球的穩定度 可以就是提升 雖然網球下令營 現在參與人數少了許多 但本著推廣運動的精神 局會仍會持續來舉辦 讓有心學網球的小選手 能有機會學習正確的網球觀念與技能 有朝一日登上國際賽事 為國爭光 我愛愛網球 捷來秋風 台中參訪報告